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笑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一期最速开封小艾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玩具就是 嘿 万代在12月22日推出的一款最新NX系列的产品 来自于EVA当中的量产机 那么在今天这款量产机之前 好像是已经隔了好几个月都没有NX系列的新品了 一度以为它是不是凉了 但是就在前两天的时间 又公布了最新的龙神丸 在5月份的时候会发售 看来在2019年的这一年 应该NX系列还是不会凉的 因为万代在TAMASI这一个系列的成品玩具上 他们的产品企划一般都是以年为单位的 所以说只要年头会有新品发布的话 基本上这一年当中是稳了的 基本上是不会凉的 所以说喜欢NX系列的产品的小伙伴的话 还可以放心这一年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的 还是回到产品当中 今天这款量产机的话是采取魂网商店发售的方式 官方定价是4500日元 会比一般性的NX系列产品会贵一点 可以看到它的包装也是会比一般性的产品 会更大一些 采取的是宽和了 在风味的风格上和以往的产品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还是挺统一的 但是因为这款产品是万代在改变它的商标颜色之后的 第一款作品 所以说它的圆形的雷射风格别切 也是专门的贴在了它的右上角 注意一下这里的话是有一定的改变的 和以往所有的NX系列产品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翻到反面的话 就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二号机大战 9个量产机时候的一个瞬间 这9台放出来一个场景之后 真的还是非常的霸气的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人去 9收这台量产机 应该也会有的吧 好的 包装的话就简单的看到这里 我们赶紧来开盒吧 把这个吸塑包装抽出来之后 内容物上的话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并没有什么非常丰富的配件 吸塑包装的下面还会有通用的支架 以及一把黑色的狼斤弩斯枪 以及一张说明书 把所有的内容物全部都取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在配件的数量上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丰富的 但是因为量产器 它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武器 那么多的武装 所以说这点东西 应该算是全都是量产机的标配了 那我们过会会一点一点来慢慢的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体的素质 拿起了本体之后 可以看到这次产品在涂装的表现上 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量产机身上压根就没有几处涂装 基本上主体都是白色 只在一些个非常有限的地方 用到了一定的这种黑色的涂装而已 在这么小的地方 如果在涂装事故的话 真的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所以说整体的涂装质量还是蛮好的 然后在它两条非常性感的烈焰红唇的地方 采取的也是独立的分件 所以说也是不太会存在什么 这种涂装失误的问题的 然后再翻到背后的话 则就是彻底的惨白一片 什么样子的分色都没有了 原设定当中也就差不多就这样 所以说万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偷了一个蓝 在它躯干以及四肢的地方 在结构上和以往的一些推出过的EVA的产品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只在外观造型的细节刻画上 做了一定的改变而已 所以说在它这种躯干和四肢的这种可动表现上 和以往的产品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这里也就不再做太多的赘述了 在替换手型的地方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众化 和以往的初号机差不多 就是一个五指张开的手型 还有一个握枪的手型 还有一个实心拳的手型 总共是会有三对可以替换 和以往的EVA的产品 为二有区别的地方 一个地方是在它头部的地方 因为这次的晾闪机 它脖子非常的长 所以说在它头部的后面 还会多出一块白色的这种独立的分件 来还原出它脖子的结构 因为得益于在脖子处多了一个独立的分件 所以说这次晾闪机 在它的头部可动范围上 是非常的理想的 无论是低头也好 还是抬头也好 仰天长啸的这种动作 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可以说对于剧中的一些 非常经典的桥段还原上 还是挺到位的吧 并且在它嘴部的地方 也是可以还原出一个张嘴的结构 虽然说它张开的角度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还原出剧中的一些 比较丧病的场景的话 应该来说也是够用了吧 然后把它的嘴巴张开之后 在它的下额内部 还会有独立的分色的还原 来还原出它的这种舌头的细节 里面非常粗壮的舌头细节 做的还是挺有趣的 还挺可爱的 只是产品当中没有给我们附带一个 流口水的透明特效件的话 有那么一些可惜了 有DIY的达人的话 可以自己去做一个 还原上去的话 效果肯定是很不错的 然后第二点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这次晾闪机的背后 是可以来还原出它张开翅膀的状态的 需要对它的背后的两个零件 做一定的替换 将它两个盖板先将它给它拔除 拔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它当中会露出两个非常大的孔洞 这里的话会有三片的翅膀的零件 那么首先是要将三片翅膀 自己先来进行一个组装 这两个翅膀连接的结构 都是装洞的连接结构 所以说装上去之后 还会有一定的这种旋转的角度可动 整个翅膀装上去之后体积还是挺大的 但是翅膀的角度调整仅限于平转 前后的角度是没法调整的 只要在它背后这一段羽毛的地方 会有一段旋转的关节 可以进行角度的调整 这拼装成这么庞大的翅膀的三块零件 使用的都是硬质的塑料来制作的 虽说零件的锐度是相当之高的 但是与此同时也会有一定的折断的风险 在把玩的时候需要多小心一点 翅膀单独组装完成了之后 只要将它这两个装 对着它背后的两个洞插进去 就可以完成它翅膀的搭载了 那么当量产机装上翅膀之后 整体的外观造型上是变的霸气了不少 在它的横向的宽度上 应该是除了夜音之外 NX当中最大的一款产品了吧 非常的霸气 然后在武器方面主要是附带有两把 一把是黑色的狼斤弩斯枪 另外一个的话是它的双刃大砍刀 这把狼斤弩斯枪其实就是和之前初号机 是完全相同的造型 只是换了一个颜色而已 这里的话就不再多说了 另外一把双刃大砍刀的话 在体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庞大 和它的本体比起来的话 是比它的本体是还要更大一些的 拿在手上的话 让它的霸气度再一次得到的提升 这把双刃大砍刀 它握把的地方 因为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 所以说要完成握持的话 需要将它中间握把先进行视线的拆除 然后插入它的空气拳之后 再装回去 才能够进行一个武器的握持 当然这把双刃大砍刀 不单单可以给量产机来使用 还可以给之前的TV版的二号机来进行使用 拿起来的造型的话也是非常的酷炫的 好 那么就是这样 今天这款EVA的量产机就简单的玩到这里了 非常简单的一款产品 经过一番把玩过后 觉得这款量产机 如果单独只买它一台的话 其实可玩性并不是非常的强 它的真正存在价值 萌兔觉得还是要和二号机来进行一定的互动 来摆一些剧中那种经典的场景 那种对打的瞬间 可能才是这款产品它真正的存在价值吧 甚至可能买一个还不太够 买个两个三个买得越多可玩性 会越强摆出来的场景会更加的霸气 如果买到九哥的话 就真的是万花丛中一点红 好 那就是这样 喜欢萌兔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收藏以及分享 想要收看更多精彩模玩分享视频 那不要忘了订阅或者关注一下 最后到最后还是感谢小伙伴们 长久以来的支持以及陪伴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